巴塞罗那的圣家堂是著名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迪的杰作 圣家堂其实是一座赎罪堂 完全是依靠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捐赠和奴隶而建造的 圣家堂奠基于1882年 多年来他在建设历程中经历了曲折跌幅部的不同时期 教皇本渡十六世于2010年为圣家堂举行了献进仪式 授予其一级宗座圣殿的地位 圣母玛利亚塔于2021年12月落成高度为138米 是圣殿中央各塔中的第二高塔 塔间有一颗石耳盲星向巴塞罗那城和世界放射出光阴和希望 建造工程最近的一个里程碑是安装福音使者塔间的四连像 根据基督教的欧像含义 四连像代表的是叙述耶稣生平的四位福音使者 人或天使代表马太 狮子代表马可 牛代表路加 鹰代表约翰 自作福音使者塔和圣母玛利亚塔将构成围绕耶稣基督塔的一道环 耶稣基督塔则是我们定下的一个下一个宏伟的建筑目标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一个模型 也就是整个圣甲堂的建筑的模型 大家从这个模型里可以看到完成后的教堂将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个教堂就像高低构思的那样子在接受了圣约瑟信众协会的委托之后 这位建筑师于1883年加入相同 当时仅仅开始建造地下室的柱子 他十年31岁 从此就一心铺在这个工程上直到1926年去世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圣殿的立面 也就是它的正面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你将看到这个正面分成三个三角形的门户 门户献给圣家族的一名成员 左边的门户人称希望之门献给圣约瑟 右边的门户以信仰门献给玛利亚 中间的门户以仁爱门献给耶稣 其中中间的门户是三者中最高的 如果各位往上方看的话 在其上方将看到一棵白树 这是生命之树 是好客和永生的象征 细细在树枝上的白鸽代表获得了救树的灵魂 到底是从一座新格德式教堂的基础上开始 但逐渐纳入了创新的建造解决方案 正如各位一眼就能看到的那样 这个建筑具有一座金字塔结构 通过这样一个形状的建筑师 希望鸿扣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 教堂有三个立面 每个立面献给耶稣一生中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出生死亡荣耀永生 大家看到的是一幅名副其实的石头圣经 圣家堂灵感原子福音书 目的是将基督教信仰精髓 反打给全世界的人 无论其国籍还是信仰 圣家堂的回廊是献给圣母玛利亚的 毫无疑问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其门户 它是装饰令人联想起圣殿门立面 也就是它的正面 所有雕塑都是约瑞斯马塔玛拉伊比尼奥尔的作品 它是建筑师个人的朋友 也是其主要的合作者之一 最重要的是一座雕像是玫瑰圣母像 位于最高处旁边是圣多明我和郑家大仲纳 他们玫瑰经在欧洲的传播者 下方在木质大门的两侧 我们可以看到长老博士和先知们 从左至右为大卫、所罗门、伊萨和亚哥 整套雕像围绕在玫瑰浮雕之中 这是到了巴塞罗那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圣家堂 圣家堂是高迪的作品 到现在还没完工 经历了两百年 从18、八几年开始 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建筑 这和其他教堂不一样的一点 是它在里面没有神龛 它的神龛都在外面 里面就像森林一样 有几个大柱子做成 两排主要的大柱子之间 相隔7.5米 那么这侧面宽度是15米 侧垫的高度是30米 所以它的中间的设计呢 都是游动的竖子 从每个柱子上边 就像树叉一样 上边树枝分开 枝繁叶茂 它既具有观赏的价值 又有建筑学的价值 支撑着整个教堂的重点 看它的这个彩色玻璃呢 是这个教堂的亮点之一 整个教堂有很多窗户 上面的这个采光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是什么 有点红色的 你这里有什么 在红色的地方 最大高的方向 可以拍摄 这个iley象 你看,正殿的中央吊着一个耶稣的标像 高高在天宫上,下边是祂的主殿 大家再看看这个整个大殿的中央耶稣高高悬崗的上面 周围有很多星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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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来看看这个彩色玻璃 外面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入教堂里面 非常漂亮 现在我们进入教堂的侧店 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 避开这个教堂 到外面去再观赏教堂的美景 好了 现在我们又到了教堂的外面 从下面近距离的观看上标准 这是高迪的伟大的作品之一 今天呢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访问了高迪的建筑学生的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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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